记者从今天召开的全省推进中式基地建设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为贯彻落实省党代汇精神 今年我省将拿出专项资金1亿2000万元 用于支持中式基地建设 围绕全省重点产业链和创新链 布局建设一批技术开发能力强 中式熟化服务水平高的中式基地 逐步建立重点领域全覆盖 管理体制新 运行机制活 中式成效好的中式服务网络体系 目前全省首批拟认定包括辽宁盘锦精细化工中式基地 辽宁大连清洁能源和精细化工中式基地等中式基地22家 下一步我省将出台辽宁省中式基地建设发展实施方案2022至2025 抓中式基地布局 抓中式项目验证 抓验证成果在本地转化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综合运用财税 金融 产业 人才等措施支持中式产业发展 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服务经济主战场 本台报道